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Pure Living 我相信如果大家有考慮過移民到英國的話 有一個比較貼身的問題就是關於賺食 怎樣可以保持一個穩定的收入而在那邊生活 其實我很多時候都會收到這類型的查詢 可能很多香港人是想在香港賣掉他的物業 然後就搬到英國生活 拿著一筆錢怎麼可以支持他生活的開支 以及他衣食住行各方面的問題 那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曾經提供一個方案給一個客人 他的case 而他最終是怎樣決定 是運用他的錢去投資的 在我未開始說之前 說一說客人的背景 他相信他是一個雙職家庭 他有兩個小朋友 他們會四個人兩大兩小搬到英國 他們本身在香港有一個自住物業 由於物業升了 他拿著大約50萬英鎊 大約500萬港幣 都是去到英國這樣生活的 他就跟我說他可能住哪一區 另外就是每個月我幫他計算開支 還有他自己是有什麼洗費要注意的 剛才說了他有兩大兩小 很多時候去到英國小朋友 就是讀一些津貼學校的 所以就無需要去給這個學費 可能跟香港都很不同 另外就是一些放外活動都相對較少的 所以這兩個費用我就在這個計算 就沒有考慮在內了 那我怎樣去計算 那我其實做了一個表出來的 那我們先看看 首先我們看開支 那我現在這裡的數字 都是用回最新的 就不是用我當時提供給客人的方案 那現在在英國平均一個三房的單位 就是要1243磅 那我計算就是Cancel Tax 約摩就150磅 然後水電煤加起來分別就是 煤利費86磅 電費74磅 和水費30磅一個月 另外就有上網 寬憑30磅 另外就是手提電話 每個月的月費 就是一個family加起來 就是60磅 那再加 通常去到英國都會開車 那每個月呢 就130磅 還有呢 就是火食 那火食那裡呢 我就計算了 每個人每日10磅 那Total他們兩大兩小 就是4個人 那每個月的火食呢 我計算了1200磅 那Total呢 就剛剛多過3000磅 它是303磅 303磅一個月 那就是說 它要用那50萬英鎊 怎樣可以好好的投資 而有一個穩定的收入 那其實最終呢 這個客人呢 是我介紹了兩間Circle的 保證租金回報的物業給他 而他是用這一筆錢呢 買了兩個物業之後呢 就每個月這樣收租 有一個穩定的收入 可以cover到我剛剛所說的開支 那我們看看 那當然我沒有 我現在就不是說 我直接介紹給客人 那兩個物業 那我給兩個相近的盤 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現在這裏呢 就有兩間 第一間就是在Nottingham 那它的售價呢 就是21萬7千磅 那你再計上印花稅 和律師費等等 那這些印花稅 我就是 因為這些是投資物業 那你去到英國都會 無需要給這個 海外投資者 Non-resident Landlord的surcharge 那我又計了3% 那所以就6510磅的印花稅 那另外一間呢 就在這個Lancashire 在一個小鎮 Nelson 那它就19萬5千英鎊 印花稅同樣都是3% 就5850磅 那律師費都是一樣 1250 那它們兩間加起來的 開支呢 就是連同一些 納納納納的集費 那就是426860磅 那所以它買完 這兩個物業 就是假如用這兩個物業來計算 那它剩下的資金 都有7萬多英鎊 就是一個emergency budget 那另外 那這兩個物業 它可以收到多少錢租 其實每個分別 就大約是1萬8英鎊一年 就是其實 兩個加起來 就是3萬6千多 那 那計算 除開每個月呢 都是有3千053磅 所以剛剛好是可以 可以掩蓋到我剛才說的開支 所以如果有50萬英鎊 去運用 可以做一些比較舒服的 退休的生活 或者是可以做一些 沒有那麼大壓力的工種 其實都可以的 都可以考慮的 那當然 那我在這個計算 那我沒有計算過 任何的income tax 因為其實你收到租金 都可以 都需要去付這個income tax 但是不要忘記 都由一個personal allowance 可以扣減回 所以 大家都可以想一下 如果真的打算過來英國 是不知找什麼工 或者是 如果是有一筆錢 是可以運用去投資的 都可以考慮這個方案 那大家可能 都有個疑問 究竟好像我介紹這兩間屋 那為什麼沒有很多開支 沒有放進這個表裡 例如管理費 council tax 水電煤 或者有些維修等等 那其實因為這類型的物業 為什麼是一個 保證租金回報呢 就是因為你買回來的時候 已經是有一個十年的contract 和circle 一間籃籌公司去簽了 而租金就是 在未買之前 已經是談好了 所以 Circle 就是會負責 給水電煤 council tax 維修的費用 以及 就算有沒有人租得好 Circle 都是要給他 在一個 agreement 裡面的 租金的銀碼 所以 這個就會是一個 保證租金回報 如果大家有做過任何業主 知道租屋或租樓給別人 其實偶爾也會有一些維修費用 或者如果有租客搬走了 你需要做一些 inventory check 或者是一些admin cost 例如 Tendency agreement fee checkout fee 這些通通都是錢 但是 如果你是投資 這類型Circle 的guaranteed rent project 就沒有了這些 一些surprise fee 不會無故有一筆開支 需要 業主去付出 所以這個就真真正正 就是一個guaranteed rent 如果大家對 在這條片 我用這兩個盤 作為例子 有興趣的話 這兩個盤 是live 是出售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 了解多些 歡迎可以在下面的 WhatsApp link 聯絡我們 另外 如果大家喜歡 我們這條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一下小鈴鐺 下次出片 你就會見到 下次再見 拜拜 disease 2 0 1 2 1 500 可以